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武带来的服侍国度大冒险的实况解说 终于从下届 胜利归来 看一下我们都获得了什么东西 先把这两个怪物拿出 好 看一下都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生命 生命结晶碎片 我们给它放过去 它就会自动去化成了 这些都是下届里面获得的 瓦雷利亚矿石挖了三颗 这个东西四颗 这个东西真的还是蛮少见的 这个瓦雷利亚矿石确实比较少见 这个油精血 然后 这个 菌丝 菌丝先放起来 然后 地狱 朱砂矿石 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用 可以得到什么 朱砂粉 这个朱砂粉 真的 没什么用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 就是 这个东西特别 也不是特别多吧 反正这里面比较容易得到 这个黄铁矿石干嘛 可以得到黄铁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直接扔了吧 把玄武圆扔了 然后 武矿石扔了 新西纳矿石 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这个新西纳矿石扔了 阿迪特扔了 蘑菇流的 大街新矿 这个 这个 还有一组 最主要就是这个 万里亚矿石 这是我们的目标 对吧 还有一组 然后还有一个古金币 英语油 其他就没什么 现在这个包是真心的清爽 好 金币 现在这个等级的怪 它有的贵掉金币 有的贵掉钻石币 这是 轮着来的 钻石肯定是比这个金币要高一级的 高一级的 好 蘑菇 蘑菇放起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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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什么 充能地狱炎 我们看一下 它可以 它可以直接 在熔岩炉里面把它烧掉之后 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充能液态饮食 这个充能液态饮食 反正也是有点用吧 有的时候 要合成什么合金的话 要用到它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把它 把它这样 放在这里 然后敲碎 诶 我去 怎么变成充能落合物啊 啊 啊 哦 有点尴尬 哦 它碰到水了 是吧 在下雨 应该是因为碰到水了 如果不碰到水的话 我应该不会抓你 好我们看到 放一下 放到这里 它也是变成这个 但是在地狱里面 它其实是会 呃 变成液态饮食 然后一直往上飘 那样子 好 这个东西 先放出来吧 有可能有点用 有可能没有用 这个就不要了 哦 灵魂杀 灵蛇 灵蛇 哦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字啊 这个是 破吗 破壞是吗 啊 这个 也是 也是 那个叫 胎嘎里面的 就是 降魂的一个 合金附所 胎嘎 一个矿物 叫 破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破鱼 它可以去做合金 做成什么 普罗西克尔地金 反正这个 我们先 先给它留起来吧 有可能 有可能以后有用 好 最后就是这个 瓦雷利亚 好 看一下怎么去把这个 瓦雷利亚给它弄出来 然后 抹粉机里面是可以抹出两个 瓦雷利亚粉 然后直接在这个 冶电炉里面是 直接融出两个 瓦雷利亚锭 然后它还可以去做合金 看什么 雾金啊 然后阳光合金啊 什么 圆金啊 这个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用这个 瓦雷利亚的这个 材料的特性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 看它是什么特性啊 这个瓦雷利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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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雷 啊不是这里 工具材料的特性 瓦雷利亚 啊在这 瓦雷利亚 嗯 不是工具吧 这个应该是那个 武器材料 嗯 嗯 工具材料 嗯 嗯 嗯 也可以说是武器材料吧 不管了 好 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什么啊 这个这个箭 箭这里面 嗯 嗯 呃 它有一个叫做投机的这个属性 嗯 还有叫投机的属性 什么意思呢 已经认识的目标 我受到的伤害加倍 它这个已经认识的目标 是不是说 就是曾经 曾经打过的怪啊 我猜想一下 就是曾经打过的怪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 嗯 咱们的那个 咱们的那个 咦 没有枪呢 啊没有那个激光 激光枪在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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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里怎么找不到啊 这是啊 眼神眼神眼神 我们看一下这个激光枪 哎呀 这里好像看不到啊 那我们还是在这边看吧 还是在这边看 它是需要用到枪管 然后传导器电池 以及一个什么手柄 这是坚韧手柄 应该是 应该是坚韧手柄 看一下 对 以及一个坚韧手柄 这个坚韧手柄 它的材料是 泡三个 枪的话 电池 电池这边的话 并不是每一种材料 都可以来做电池 我们看一下 都有哪些材料 可以做电池 原石 原石是 没有存电的 然后马玉林 铜 铃 还有这个烈焰棒 墨地竹 已经付入一个 丝水晶 一涅 我为什么选择铜 因为这个铜 这个老成的话 是可以对我们 更多的经验 所以我选择这个铜 去做电池 然后其他的材料 对我们也是没有什么 适应 然后这个 传导器就只能用 塞德斯洗淹水晶了 传导器用海金石 这个好像是会影响它的伤害的 用弗鲁伊克斯水晶 伤害更高是吗 而且范围更大 诶 用墨地竹的范围更大 我这东西居然影响 范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弄个墨地竹啊 还有这个弗鲁伊克斯水晶 似乎比 赛特斯洗淹水晶好一些 那等一下我用这个弗鲁伊克斯水晶去做它的传导器 然后就是枪管跟枪管跟那个尖刃手柄 这两个 我们其中有一个一定要用牟利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去修了 修是很费材料的 然后另外这个杏素我们就把它换成完了量 然后这两个在枪管跟尖刃手柄之间是可以互相换的 我们看一下哪个材料 泡的材料多 枪管是需要四个材料 然后这个尖刃手柄的话只需要三个材料 所以我们用瓦雷利亚矿石 哎呦 怎么样 感觉淋不掉 这啥意思啊 温度不够 没有足够的热量啊 哎呦 要什么热量 我看一下 1040度的 哎 一千零四度 哎 我天 好像溶不掉 直接在这里 直接在这里是溶不掉的 然后看下在磨粉机里面是可以磨的 好 磨粉机磨成粉之后再来这边溶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先来这边磨粉 先来这里磨粉 把一个框是可以磨出两个粉 然后 拿出三个粉啊 拿出三个粉去烧 然后他做坚韧手柄 然后拿一点那个弗雷克斯水晶 弗雷克斯水晶 我们直接做那个 不是枪管 那个叫传导器啊 直接做这个传导器 好 直接做传导器 弗雷克斯水晶的传导器 这个比那个 比我们现在这个要好一些 什么时候去找那个目的主 它的范围会更大一些 铜这个我们就不换了 魔力 魔力钢钉的话 其实可以给它换成另外的材料 我们看一下 魔力钢钉是在这边 然后原质钢跟太拉钢 我们看哪个好 原质钢的话 是有魔力跟本源两个属性 咳咳 我们现在是要让他去做手柄 手柄就只有魔力这个属性 然后再看一下太拉钢呢 太拉钢的话 还有一个监视基础 会使着时间的推移而绿合 那这样子 感觉这个太拉钢会更好一些 那我这边直接用这个太拉钢 把枪管直接用太拉钢来做 好 直接看一看 太拉钢也是可以直接融的 好 我直接等它融完了 我看一下这把武器 那这样子之后 它的伤害会不会更高啊 OK 这两个金属融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要煎手柄跟枪管 首先来做 煎手柄 然后是枪管 哇 这个太拉钢是绿色的 那我们这个枪真的是五颜六色各种变化啊 哇 这个瓦雷利亚刚冷却的好满啊 三个钉 三个钉居然冷却的这么满 别的金属如果是三个钉 的话按理来说应该是会冷却的很快 看来这个高级金属真的不一样 好 然后枪管 好 这个先放起来 但你看这个太拉钢就冷却的很 相对瓦雷利亚刚来说冷却的很快 OK 好 让我们看一下 把它 他先换枪管 这个这个传导器枪管 就是这个 然后看一下它属性 磨砺 坚实基础二 然后 憨厚的绅士 憨厚的绅士 是什么属性 好 先把它拿出来吧 磨砺坚实基础二 憨厚的绅士 还用鸿鸡 那狗憨厚的绅士 我看一下是什么属性 憨厚的绅士 无论一颗四水晶 憨厚的绅士 潜行又积一个实体来捕捉它 基于实体的生命值 稍后耐久 按释放实体 我认为 哦 释放它 这个好 没什么用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赛特四十一 就去本源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 这个特性对我们来说 好像影响不是很大 我看一下墨地主 墨地主 没看到有墨地主 好 不管了 我们先来打一下 他要说他认识的 他认识的单位 什么叫认识的单位 都是曾经打死过还是 那就是第一次打不算哦 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东西了 有可能要等第二次去打这种怪吧 搞不清楚 哇 感觉伤害好调 打这个还死 刚刚那个普利帕好像伤害有点高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打死过这个普利帕 你看打这个女巫 打这个女巫 根本没有改 有没有打到啊 我打他这么不疼 他打这么点血 感觉伤害太弱了 哇 哇 这个排行者 哇 看没有刚刚那个排行者 掉血掉好乖啊 OK 真的是这样 就是曾经打死过的话 打他的伤害会非常的高 哦 这个僵尸 你看 哇 这个排行者 太溜了 说明这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 哇 这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哦 排行者现在死的真快 天地狂热者我们没有打过 所以第一次打会比较累 那这个这个武器其实就是用他来打boss很不划算啊 因为打boss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的所以会很累 你看打这种金属的真的累的不行 看不到血 打死 打死一次之后打这次是不是 哎 怎么打这次还是这么慢啊 刚刚学武 试验了很久 发现 那个瓦雷利亚的那个属性 还是不如这个血腥马力一点 所以我又把它给换回了血腥马力 血腥马力确实还是要好一点啊 伤害比这个要高多了 一瓦雷利亚的要高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这个吧 还是这个更好一点啊 最后最后证明了还是这个血腥马力的这个属性会更好一点 特别是让那个怪血特别多的时候啊 随着随着他的这个掉血的越来越多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 诶 怎么只有十个这个呢 科学 太不科学了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饰品 其中的这个饰品盒色 还有一个属性 饰品盒子 诶 是这个饰品盒子 这个是这个饰品盒子 饰品盒子 我觉得当时是说这个饰品盒子 它 其实可以让 放在背包里面的前面三个戒指生效来的 难道我搞错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饰品线 现在把这个盖亚打了 现在有盖亚钉了 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好用的 饰品可以带 它特别是这种绿色的 斗篷 斗篷 哎 斗篷用盖亚混 盖制混就可以做 看上去没有什么 我们需要的 可以穿在身上啊 这身体槽 神圣斗篷 罪恶斗篷 平衡斗篷 感觉没啥用啊 这个斗篷感觉 女王项链呢 控制怪物 控制怪物 这个我们也不需要 然后那个环游者 环游者这是那个 铝居者腰带的身子 这个我们需要的 这样我们的速度会更快 铝居者腰带 原汁钢定加上盖魂定 OK 我们来做一下 原汁钢定 盖氧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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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先拿下来 还有什么 不用什么 我们来做一下 好 这样子做出了 环游者腰带 达到不可置信的速度 达到不可置信的速度 厉害了 感觉差不多 有很大的变化吗 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反正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好 再看一下别的视频 肯定会比那个 黄游者腰带好一点 要不是肯定会比 铝居者腰带好一点 金斗云护 没有三段跳的能力 没有必要吧 精灵指环 算但是会出现小精灵 这个也没有必要 小精灵的能力太弱了 最后魔术 精灵王的戒指 精灵王的指环可以模拟 绝大多数的视频 只需要玩 加其他一个视频和 哦 原来是这个东西的能力 精灵王的指环 只要我们 别带一个视频和 将想要生效的视频 放在前三格即可 但是注意 绝大多数 什么意思啊 不仅仅是戒指的效果吗 而且还有视频的效果也可以吗 哇 这个厉害了 是吧 这个精灵王戒指 我们必须得做一个了 这个挺挺挺挺挺 挺好做的 哦 飞红项链是火石项链的升级 哎 这个 飞红项链我们得做一个 出物见识 这个也是个好东西啊 攻击生物的距离会增加三格 这个我也决定掉一个 哎 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好吧 咱们这一期就是 怎么感觉这一期什么都没干啊 这是水过去了 就把这个枪的材料换了一下 结果还发现没啥用 是吧 好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 这期视频的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每天订阅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